字幕作曲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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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N&A 部来了 雖然我們說是老老青 但其實這個老呢也相對就沒有這麼誇張的老了 它也2005年到現在14歲了 剛剛已經去隧道上跑一跑了 這個世代不一樣欸 因為你做下一代的小改款 你一定要想辦法做一些變化 當然也針對原先的一代設計 缺點有風力的部分 能夠高速更穩定 大燈的設計可能有新的法規對應了 不能再用先燈 所以它採用一個凸燈的方式 一有造型以外 二它有一個shape 無度喔 有個 對 這個shape其實擔任了一個 導空氣流的一個作用 它就是用這個方式來讓 空氣力學代跑的時候呢 可以有更好的下壓力 或者是更穩定的氣流 它是這樣外面這樣出來一塊 然後下去 再凹上來 就是好神奇喔 這樣一塊 嚴格講我們開起來 其實會感覺到 在高速的時候 其實這個的空力 再比這個再好一點修正 雨刷水會噴 它噴的時候呢 那內腕的水會流到側窗 那內褲不會 喔 因為順著空氣力學到 它的空氣力有做一些改變 所以會造成這個雨水 或者是這個撥水以後的變化的差異 它這個地方也是一個背開的安排 沒錯 所以它的副程式相類似這個 當然一定有一些細部的修正和修改 甚至連這個ABS系統也進入到下一個時代 跟之前的不一樣 這一個shape也是一個燈座 你去看那個 剛剛那個是整個都是蓋起來的 頭側是在裡面的 它這個還是留著 內結構不便把外部做修正 因為法規的關係 那它車身結構不會特別因為這樣子 對 這個這樣不需要修改 它只要做一個燈座出來 然後鎖上去就好 車子內部有差很多嗎 有杯架 多了杯架 跟有 置物空間是有 但杯架出現了 這是我講的一個置物空間 終於 有一個置物空間 當扶手 你剛剛那個還比較大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 為了杯架 這個是一個杯架 可動式的杯架 可以放基本的可樂 那平常是收起來的 然後側邊是這樣開 還是可以這樣開喔 也是這樣開 就是有一個置物空間 變成三個用途 這邊有標示六速手排 就是NA2進化到成為 3.2 3200台階量跟六速手排的模式 那這也是 但是馬力維持一樣 只是在這個扭力的 扭力曲線做一些設定 讓扭力比較早出來 當然低速的效果就會好很多 也是有定速 對 就是這樣 因為這是在美國是屬於一個豪華 豪華跑車 所以自然就這樣設計 那你看到這是一個時鐘 你需要看時間對不對 按一下 跑出來 是喔 按一下 跑出來 這是一個老時鐘 所以你就不用看手錶 但是就是 你需要不用發動 這邊是一個設定 所以再按一下 就有 所以這是一個巧思 NA2現在是Taga 就徹底可以掀開來 可以掀開的 對 變成一個敞篷模式 對啊 多帥啊 對 它是手動對不對 手動 全部手動 因為看到它的這個扣子 有手動的方式 就在這裡 拆掉 剛剛拆掉變成要放行李箱囉 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拆掉放哪裡 拆掉到底要放哪裡 這次不是放行李箱 這裡要放哪裡 還是行李箱保持的功用 拆掉放這裡 喔 就背著娃娃走 這不是原來的引擎 再來這是改裝引擎 敞篷打開是有點麻煩的對不對 就要兩個人操作 對 對 像以前老法拉利也是這樣 要兩個人操作 然後再來空力套件不一樣的是 它在這邊 後保管 這不一樣喔 它多一個這個 導流板墊在下面 所以這是一個 一代跟二代又不一樣的地方 小小微微的方向 有一個後板 對 前一代是直接下來 對 所以它根據這個思維 它做了一些設計 主要是改善那個車尾的亂流的部分 然後車輛的時候更穩定 更貼近 然後不會因為亂流 因為一般來講 後面空氣出來的話 後面會成一個 一個 涡流方式 涡流 那它有這樣的設計的話 可以讓後面的涡流離車子更遠 讓它車子會比較穩定 它雖然做了這些設定 它的這個 心理空間還是 就還是一樣 我都載滿東西 這個真的是 對 發了滿多東西 就是一樣 一樣是一個高爾夫球具的Size 那我就擺滿 所以下面也一樣有那個 這台沒有 這台就沒有了 所以你說要有一套 不容易 好難喔 對 這個燈它有特別做 那邊都是 銅色殼 銅色銅色殼 那NA2在這邊就做一個 橘色的方向燈 這是原廠做的嗎 原廠 就做了一個變化 所以後面也可以辨識的出來 後面兩個特色就是第一個 就有一個 像這樣子的 中尾翼東有一個 加一塊導流的變化 再來就是後尾燈 有變化 但是不是到變化非常非常大 不是變化非常大 對 你說後面熊熊一看 你不太認得 那說到這裡我覺得 新的就別看了吧 我開玩笑 我們再看一下 2019 只有三台配合 我們要責任義務要宣傳一下 要宣傳一下 對 一樣是1280萬 配備選到頂 你知道嗎 本來我們要 本來我們要試車的 結果剛好就錯過了 好 那我們就好好看它一下囉 要看我們影片的 趕快點下一集 繼續收看